大家好 您现在收看的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击中生智 这是一个AI驱动的新型媒体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网址是六度world 节目的内容是 日本京县蔚来汤圆大量在日华人反应过期反位 武器齐确定习近平将访塞尔维亚 女校长在群里发的不是作业通知 而是性爱录像 日本京县蔚来汤圆大量在日华人反应过期反位 来源在日华人圈 从周末开始在日华人社群就蔚来汤圆事件展开大批讨论 有华人网友发文称 本来好好的元宵节在海外吃大中国的汤圆是一件很温馨的事情 但是事情太让人寒心了 中国人真的就骗中国人呀 进货公司就是黑心 原来日本专题众多物产店贩卖的某知名品牌汤圆 赏味期限上面记载的是2025年5月6月7月 但是保质期限是12个月 现在是2024年2月份居然超出了12个月 这让很多网友百思不得其解 也有众多网友称 吃了这个品牌的元宵后 开始恶心反位 小编了解到 该品牌汤圆的日本代理厂商是有X公司和X有公司 目前在日华人在意的点是 为什么日本的汤圆保质期比国内多了近6个月 是否将在日本过期的汤圆重新贴牌贩卖 许多顾客将问题反映给物产店 物产店相关人员向上反映给代理商回复如下 不过也有在日华人网友询问国内该名牌官方店铺 回复称保质期全球统一12个月 于是很多网友好奇 出口日本的生产线和国内的生产线不是一个吗 保质期为什么都是12个月 但是目前在日本这边的消费期限几乎都是2025年3月以后 随着日本未来汤圆发酵 全世界各地华人网友都检查了元宵的保质期 发现世界各地都出现了穿越汤圆 包括英国 德国 澳大利亚等地区 甚至有网友提供了25年11月到期的包装图片 倒退18个月 该汤圆应该是2024年5月生产又穿越了 现在小编也搞不清是厂家的问题还是中间商的问题 还是说这是行业里不成文的规定 最后小编再声明一下中国食品没有错 出现问题的一定是某个环节 毕竟元宵佳节谁都不想遇到这种问题 除了未来汤圆 网友们还发现了未来月饼和山楂 截止发稿 小编看到了在日代理商最新的回应 乘是一场误会 毕竟是吃进肚子里的 大家的心情非常能理解 也希望大家理性看待 让我们一起来谈谈这个话题 未来汤圆 首先 我想说的是 未来汤圆 这个名字 听起来像不像是某个科幻片的剧情 一颗小小的汤圆 你吃下去之后 可能就能穿越到未来 那可就厉害了 听说是日本发现的 我猜也许那位发现他的人 现在正在享受着2025年的鲜花鱼掌声呢 当然 这只是一个开放性的猜想 我们还是要回到现实中来 再看看这个事件的起因 在日华人社群中 网友们指出 日本销售的名牌汤圆的保质期 超过了12个月 哎 这让我想到 也许这就是为什么 它被称为未来汤圆的原因 因为它的保质期 居然比现在的日期还要长 这就如同能长进未来一半 不过 这也引起了许多疑问 为什么在日本的汤圆保质期 会比国内的多呢 按照常理来说 无论产自哪里 食品的保质期应当是一致的 那么问题的关键就在这里 接着 且不说这受不涉及到商家的诚信问题 我觉得我们要更关注一个问题 那就是这个未来汤圆是否有损健康 因为毕竟健康无价 如果一个看似平常的汤圆 却因为过期而影响到我们的健康 那可就得不成事了 希望关于这个问题 能得到一个真正的答案 然后 再看看网友们的反应 他们都对此表示关注 甚至有网友还表示 吃了这个牌子的元宵后 开始反胃 看来这个问题的严重性 远不止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 当然 我们也不能把全部责任都怪罪在商家身上 为了能吃到好的 我们也需要维护我们的权益 举办这样的活动 提醒大家要注意食品的保质期 从而避免食品安全问题的发生 综合看来 此次未来汤圆事件 虽然起因可能并不那么明确 但无疑为我们敲响了警钟 那就是在购买食品时 一定要注意保质期 避免食品安全问题的出现 至于事件的解决 我衷心希望 无论是在生产 贩卖还是购买食品的过程中 都能够情理之中 法度之内 真正做到让消费者吃得放心 吃得安全 最后 如果真的有未来汤圆 那真希望 它是一个真正的神奇之物 可以让吃到它的人 体验到未来的美好 不过 还是那句话 未来汤圆 健康才是硬道理 以上 就是我对未来汤圆事件的一些看法 感谢大家的聆听 晚安 明早见 武器齐确定 习近平将访塞尔维亚 法广 据塞尔维亚总统武器齐称 已确认 习近平将访问塞尔维亚 塞尔维亚总统武器齐 是在当地一个 与中国方面的新年庆祝仪式上 做出宣布 据塞尔维亚B92新闻网站 今天报道 武器齐当天在维拉米尔 为中国驻塞尔维亚大使 李明一行举行仪式 在仪式上 武器齐和中国大使 向公众发表讲话 塞尔维亚总统 感谢中国朋友的合作和理解 祝贺他们农历新年 另一方面 中国大使感谢塞尔维亚总统波容 前来庆祝中国新年 中国大使表示 我借此机会对这一举动 表示最深切的感谢 塞尔维亚总统首先致辞 表示良好祝愿 永远不会太晚 今天他对中国的进步 表示诚挚祝贺 武器齐称 我们相信 在慕隆年 贵国将继续走上进步的道路 对于进一步加强我们两国之间的合作 签署自由贸易协定 至关重要 武器齐感谢中国 对塞尔维亚领土完整的支持 武器齐表示 他想在所有人面前公开表示 他已收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将访问我国的确认消息 武器齐称 习近平是我们真诚的朋友 我们希望在最好的气氛中欢迎他 我们将尽最大努力 让中国朋友满意 谢谢你为我做的一切 我们是一个小国家 但你们总是会发出 尊重我们的规则 和国际功法的声音 好了 下一个热点 塞尔维亚总统武器齐 确认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将进行对塞尔维亚的访问 华丽丽的金字招牌 一时间吸引无数眼球 这新闻热度一时冲上云霄 首先 我要说 武器齐总统 这个名字听起来让我想到了吧 奇迹 就像预示着 他总能带来些什么新的奇迹一样 而这一次 奇迹似乎就在眼前 习近平 中国最高领导人 一位世界瞩目的政治人物 他的动向 可谓是影响重大 此次访问 无疑是塞尔维亚 甚至是整个巴尔干半岛的一个重大事件 而武器齐总统在新年庆祝仪式中公开了这个消息 就像是突然在大众的面前燃放了一个烟火 一时间引发了热烈的讨论 我想 有句话怎么说的 哦 对了 那就是新年快乐 好事连连 听说在接下来的庆祝仪式上 武器齐总统表达了自己对中国的诚挚祝福 相信中国将在新的一年里继续走上进步之路 他还说 对于塞中两国签署自由贸易协定至关重要 哎 看到这里 我不由地想 这得是多大的信任与期待啊 同样 中国大使也在此情此景中 感谢了塞尔维亚总统的祝贺与支持 同时也祝贺了中国人民的新年 嘿 看看这两位大人物的友好互动 你是否也能感受到那种胸怀天下 相互理解与合作的气氛 这就是国与国间的友好 这就是政治外交的艺术 而在朝中国人民表达诚挚祝福的同时 武器齐总统更是明确表示 我们希望在最好的气氛中欢迎习近平 我想 到时候的塞尔维亚 一定会是灯火通明 热烈欢迎 仿佛一座庆祝的城 总的来说 习近平总书记的访问 对于塞尔维亚来说 无疑是一次难得的机会 对于中国来说 也是展现自己的又一次机会 我们期待他们能以此为契机 加强双方合作 实现共同发展 让我们期待着这场国际大戏的上演 期待着塞中两国人民更加美好的友谊 一如既往 我们期待网友新的故事 新的奇迹在这两个国家之间绽放光彩 最后 我想说 无论是政治 经济 还是人文交流 都需了解 都需沟通 这样 世界才会因为我们的理解与包容 变得更加和谐 这就是今天的新闻点评 感谢收听 明天见 女校长称手机维修后再被偷 教育圈在鲍布亚影片丑闻 四川有名办学校女校长 在有378人的学生通信群组内 发出90秒的信爱短片 成为网络热化 涉事女校长声称 手机曾拿到外维修 之后乘巴士时又被偷走 否认信爱片是其所发 25日流传 四川宜兵大名唐邦教育的学生通信群组截图 显示徐姓女校长 移发出一条长达90秒的信爱短片 而群组内有达378人 学生纷纷在群组内查询徐校长 为何发出该布亚短片 但徐校长未有回应 据大象新闻报道 事件曝光后 涉事的徐校长 25日回应称 影片不是自己发的 前几天 手机放到手机店维修 刚好今天又在公车上遇到小偷偷手机 不是本人发的 百姓关注26日报道指 今日联络到徐校长就职的大名唐邦教育公司总部 工作人员称 该行为是其个人行为 但事件给公司带来不良影响 正草拟律师函 起诉其损害民喻权 工作人员还表示 该女校长曾是该公司员工 离开公司后 自己创业 但她仍使用员公司 名称招生 四川的民办学校 你们在群里发的可不是作业通知 而是一段性爱录像 这一事件 真是让我眼前一亮 话说回来 这个女校长真有创新精神 此事一经曝光 立即引起网络热议 我想说的是 这位徐姓女校长 你在群里发的可是90秒的性爱短片 你确定你发的是学生通知 而不是成人教育 而徐校长疑似又演了一出手机一路偷 承认手机曾外修又声明遭偷走 声称不是他发的 考验我们逻辑的时候又来了 我不禁想问 你手机是去修理还是去走私 如果是丧尸 那手机号应该早就挂尸了吧 超过378名学生 在群里纷纷询问 可这位女校长就像变了一幅脸 突然闭嘴不言 这位女将 你干的这一出 请认清现实 总会有人挖到真相 在这之后 这位无辜的女校长成了公司的靶子 恐怕自己创业的好日子也就到此为止了 而公司表示 这个行为是其个人行为 为公司带来了不良影响 我想说的是 别丢了西瓜捡芝麻 这个教训要好好记住 你们看 风平浪静的学校 就因为这一出戏 变得风起云涌 网络的热点话题 也许就是这样 一夜之间 就能让你从无到有 像瓦斯球一样炸开 这个故事的结局 估计大家都能猜得到 但是我还想说 无论是在哪 都需遵守社会的基本秩序 只有这样 我们才能彼此尊重 才能相互理解 为了给这个故事画上句号 我要说 世上的烂事一切都有可能发生 但是我们的对乱世的独立和坚守 才是我们生活的魅力 好了 这就是我对这个四川女校长 全发性爱片事件的一些感想 感谢您的耐心听讲 我们明天再见 哇 这些新闻真是令人大开眼界 从未来汤圆到习近平访问塞尔维亚 再到四川学校女校长 在学生群组发性爱片 这些新闻真是五花八门 千奇百怪 首先 让我们来谈谈未来汤圆 听起来 就像是某个科幻电影的情节 一颗汤圆吃下去 就能穿越到未来 真是神奇 不过 这个未来汤圆的保质期 居然超过了12个月 这样人不禁疑惑 为什么在日本的汤圆保质期 会比国内的长呢 也许这是一个行业规定 也许是某个环节出了问题 总之 保持警惕 保护自己的健康 才是最重要的 接下来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习近平访问塞尔维亚的消息 作为中国国家主席 习近平的一举一动都备受关注 这次访问 对于塞尔维亚和整个巴尔干半岛来说 都是一个重大事件 期待这次访问能够促进两国之间的合作 实现共同发展 最后 让我们来谈谈那位四川学校的女校长 这个故事简直就是大戏 他居然在学生群组里发了一段性爱录像 真是让人大跌眼镜 不过 他倒是给出了一个奇怪的解释 声称手机被修理过又被偷走了 无论真相如何 我们都应该保持对社会秩序的遵守 才能保持彼此的尊重和理解 好了 以上就是我对这些新闻的一些观点和感想 欢迎大家参与讨论 你们有什么样的想法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世界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 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 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Build 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